欢迎大家收看智库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卢拉总统参观联合国大会的要点 在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中 关于沃泰华条约的辩论在芬兰再次浮出水面 希克加拿大人参与政治 是否免受印度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影响 前参议员约翰·丹佛斯向共和党人发出警告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卢拉总统参观联合国大会的要点 威尔逊中心 巴西总统卢拉领导下巴西重返全球舞台的故事 确实像一部小说 适合取名为《巴西回来了》 这是卢拉自就职演讲以来一直倡导的口号 这个故事始于卢拉连任后的巨大希望 但很快就面临了一系列外交挑战 给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 卢拉宣布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普京 对乌克兰战争负有同等责任 尽管他后来对这一声明进行了缓和 但他仍然在西方首都引发了不信任 卢拉和巴西代表团上周离开纽约 留下了积极的印象 他通过在联合国大会UNGA发表讲话和参与双边对话 特别是与博尔索纳罗时代疏远国际论坛相比 阐明了巴西的外交政策方向 这是一个更加透明的时刻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对卢拉的外交立场和巴西设想的角色的更清晰的理解 巴西对战略自主的承诺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在卢拉的指导下 巴西表现出对不确定的全球秩序的洞察力 警惕卷入全球强国之间的冲突 在巴西所称的多极世界的背景下 卢拉的巧妙处理再次确认了 他对维护巴西独立立场的承诺 他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讨论涉及到环境保护 转向绿色经济和保护工人权益等共同关切 巴西和美国之间的工人权益伙伴关系 进一步象征着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承诺 合作将在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和与其他与美国对抗和争夺权力的全球大国合作的同时进行 显然 巴西和美国在这次访问中努力适应和推进两国关系 这鼓励那些认为要推进双边关系 两国必须超越地缘政治 关注彼此相关的许多方面的人 确实 两国对不断演变的国际秩序有不同的看法 特别是在中国的角色问题上 但是 尽管存在差异 还有其他力量促使合作 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对美国政策进行了微妙的批评 特别是关于对古巴的禁运和对朱利安、阿桑奇的对待 好消息是 他巧妙地避开了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治理和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等有争议的话题 总之 卢拉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以及与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等领导人的会晤 凸显了巴西的全球立场 卢拉总统通过邀请参加使命关键人物 如参议院主席罗德里哥、帕切科和众议院主席阿图尔·利拉来参加私人部门会议 强调了巴西的团结 这个由部长和国会领导人组成的统一阵线向潜在投资者传递了一个关于机构稳定性的强烈信息 尽管卢拉的叙述有时偏离了将巴西呈现为美国的一贯盟友的形象 但总体主题强调了相互尊重和在环境可持续性、工人权益和民主治理等关键问题上的协议 美国已经接收到了卢拉的信息 尽管两国可能是朋友 但他们并非永久的盟友 一个引人注目的时刻是卢拉和拜登 两位民主的坚定支持者 强调了他们对争取民主的相互尊重和共同愿景 上周让我想起 并让我反思了杰出外交官塞尔吉奥 阿玛拉尔大使的明智之言 他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在华盛顿任职 在达成一致时 我们应该合作 在存在分歧时 发表意见并寻求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在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中 关于沃泰华条约的辩论在芬兰再次浮出水面 威尔逊中心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重新引发了沃泰华条约的可行性问题 待多边条约禁止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反人员地雷 对于那些有敌对邻国的国家来说 地雷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常规威慑力量 由于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 芬兰的政治人物和爱沙尼亚的政治人物 在较小程度上提出了全面退出该条约的可能性 如果这种言论得到实施 这将是任何国家首次退出沃泰华条约 并可能在欧洲大陆的同行冲突中 严重削弱其长期可行性 这反映了多边禁令 对自愿签署国议院的有限影响的更广泛担忧 本文不支持辩论的任何一方 而是试图探讨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 对沃泰华条约长期可行性的影响 无论是反坦克、AT还是反人员、AP、地雷 都是对潜在敌对国家的强大常规威慑力量 美国国防部将地雷归类为区域封锁系统 可以阻碍、引导和延迟阻止敌军行动 这种能力对于侵略者共享陆地边界的国家来说可能至关重要 正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韩国等国所反映的那样 他们都放弃了该条约 尽管美国最近改变了其反人员地雷政策 禁止使用、生产、转让和储存 但不签署该条约 使华盛顿能够同时支持人道地雷行动 并保持重要的常规威慑力量 尽管反人员地雷具有实用性 但长期以来一直是现代军队军备中备受争议的一部分 多边努力遏制反人员地雷的生产和部署得到了广泛接受 并成为联合国裁军努力的核心原则 如1983年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和1997年的沃泰华条约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推动下 这个潜在问题重新浮出水面 今天的讨论与十年前的讨论非常相似 具有类似的言辞和分歧 沃泰华条约于1997年签署 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反人员地雷 尽管有164个国家签署或加入了该条约 但包括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军事大国都没有签署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美国没有签署该条约 并在朝鲜半岛使用地雷 但根据拜登政府在2022年的宣布 他在原则上遵守该条约 因此 每个北约成员国都是该条约的签署国或原则上同意 关键是 北约成员资格标准的任何方面都不会阻止一个国家退出该条约 也不需要加入前订阅 因此 国家撤离没有真正的制度障碍 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领导层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大规模战争 重返欧洲大陆 关于沃泰华条约的讨论 在与俄罗斯接两的某些国家中重新浮出水面 尤其是在芬兰 尽管在2012年 芬兰签署该条约之前曾引起争议 但在2022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十年中 赫尔辛基对该条约的持续支持 几乎没有遭到反对 然而 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 这个潜在问题重新浮出水面 今天的讨论与十年前的讨论非常相似 具有类似的言辞和分歧 在芬兰 越来越多的呼吁退出该条约 许多政党 政治家和公民 都站出来反对芬兰目前的遵守 2023年的芬兰选举结果 导致了近年来最右翼的政府 四的联合政党中 有三个表达了反对芬兰加入该条约的意见 该条约在2023年春季 组建联合政府时进行了讨论 尽管没有就芬兰的政策做出决定 但芬兰最近加入北约 成为安全和防御观察者的焦点 参加2024年芬兰总统选举的许多主要候选人 包括亚历山大 斯图布 尼卡 阿尔托拉和尤西 哈拉霍 过去都对该条约表示反对 这个话题在即将进行 并将持续到2024年1月底的选举活动中 可能会受到很多关注 爱沙尼亚也有越来越多的呼吁退出该条约 爱沙尼亚议会于2023年1月就退出该条约的法案进行了投票 最终该法案被以30票对21票的结果否决 但显示了爱沙尼亚右翼政党在退出该条约方面的增加支持 退出该条约的呼声再次显示 该问题正在成为爱沙尼亚政治中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然而 与芬兰不同 主张退出该条约的政党在当前议会中没有强大的地位 由于下一次选举要到2027年才举行 情况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对于该条约的反对者来说 禁止使用反人员地雷 意味着限制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常规威慑力量 这是对防御能力的削弱 尤其是考虑到芬兰与俄罗斯有800英里长的边界 他们认为 反人员地雷是在与侵略性国家接壤的情况下必要的防御能力 这些武器可以减少冲突和伤亡的风险 对于支持者来说 该条约代表了裁军和减少地方社区长期成本的重要方面 这还包括认为 退出多边协议将损害芬兰在盟友和国际社会中的声誉 还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 如资金生产和物流 许多金融机构对围绕反人员地雷的活动实施了资金限制 沃泰华条约的设计为讨论增加了另一个维度 根据条款规定 一个国家可以在提交退出文件后的六个月内退出该条约 但如果该国参与武装冲突 则不会生效 乌克兰目前无法退出该条约 因为这将违反国际承诺 这是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反对者指出的 对该条约退出的日益渴望 因此可以与在冲突爆发之前 建立常规威慑力量的需求增加联系起来 最重要的是 任何关于地雷的潜在两极化只会削弱国际决心 任何试图与长期存在的多边人道主义法律脱钩的行动 都会对北约盟友之间的合作构成重大干扰 这对乌克兰和更广泛的欧洲安全都至关重要 遵守沃泰华条约和其他多边武器禁令 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核心支柱 退出将为国际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延续 设立危险的先例 希克加拿大人参与政治 是否免受印度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影响 Omer Aziz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政府的前外交政策顾问 他在9月12日写道 对于加拿大政府担心失去希克教选民 对杰格米特·辛格的投票 导致特鲁多政府在印度政府 要求加拿大确保我们的领土不被用于恐怖分子融资 以支持印度独立希克邦的要求上坚持己见 阿奇兹的说法似乎让加拿大的评论界感到意外 可能是因为他曾与自由党政府有过接触 以及因为在加拿大的专栏页面上 对侨民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及的关注似乎不够 在上世纪90年代末 当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攻读博士学位时 我撰写了一篇关于加拿大侨民社区追求其首选外交政策目标的活动的博士论文 通过对加拿大亚美尼亚人 海地人和希克教社区领导人以及他们试图影响的人进行深入访谈 可以得出多个结论 关于什么样的目标和活动组合可以最大程度的增加社区实现一定成功的机会 相反 什么样的组合会增加他们失败的几率 这些结论当时似乎具有普遍适用性 而且 他们似乎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然后 正如我认为今天适用的那样 试图获得加拿大政府公开支持 分裂一个总体友好的国家的激进分子 注定会失败 当然并且常常令外国政府感到困扰加拿大政府适当的不干涉任何强民社区 或任何加拿大人支持国外人权民主权利的和平守法行动 也许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加拿大的希克加拿大人对从印度领土上划分出一个独立的哈利斯坦邦更有支持 而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同 那个时代的印度政府与现在一样 坚决反对加拿大政府对从加拿大领土上发动针对印度领土完整性的恐怖活动表现出任何宽容 今天似乎不同的是 外国政府 例如印度或中国感觉有义务在加拿大领土上 对他们认为对他们利益构成威胁的加拿大公民 采取行动的程度和侵略性 Omer Aziz隐含地强调了 过去25年来的另一个重大发展 希克教在加拿大的政治重要性大大增加 加拿大的希克教社区约有77万人 占总人口的1.9% 第一个带投金的希克教徒于1993年当选为加拿大议会议员 到2023年有15名希克教议员 占下一院的4.3% 其中12人是自由党成员 包括两名特鲁多总理内阁成员 两人是保守党成员 都来自阿尔伯塔省 其中包括影子财政部长 一人是杰格米特 辛格 他代表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 领导新民主党 是少数自由党政府的实际联盟伙伴 可以说 希克教已成为加拿大政治建制的一部分 仅仅看数字 虽然本身令人印象深刻 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虽然加拿大的印度教起源人口稍多 达到82.8万人 占总人口的2.1% 但希克教享有更高的政治参与度的声誉 当然 大多数当选为联邦 省或市政府官员的加拿大希克教徒 居住在该国希克教人口集中的地区 但实际上 这个人口是相当分散的 从希克选票这个术语来说 这在全国范围内的党派政治中 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美国读者来说 美国各地选区 选择党派候选人的过程 或者说 选择总统或州级职位的党派候选人的过程 可能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比较 希望成为某个职位的民主党 或共和党候选人的候选人 通常会参加竞争激烈的初选 在该选区或州注册的 成千上万名党派成员 在初选中投票 获胜的候选人 往往已经获得了 他或他在大选中所需的高比例选票 相比之下 在加拿大的选区提名 或领导人选举过程中 通常情况下 被选为代表某个党派 参加大选的候选人 只会从几百名会员中获得投票 这些会员 只有几周或几个月前 购买了党派会员资格 这个过程有点类似于 在党派会议上 选择美国候选人 而不是初选 十年来 加拿大参与党派过程的人数 逐渐减少 与大选相比 这一点是明显的 但有一些侨民社区 尤其是希克教社区 是例外 党派对侨民社区成员 参与的依赖程度相应增加 在只有几百人 投票的党派选区提名会议上 50 70 或100名希克加拿大人 在总体上 只有几百人投票的情况下 构成了选民的重要比例 在整体希克教人口较少的选区 这种参与 可能不太可能导致 选出一个希克教徒 作为党派的地方候选人 但是 一个纪律严明 经过精心培养的 希克教党派成员团队 很容易成为党派领导人 胜出的关键 否则可能会成为党派的尴尬 阿奇兹可能正是在提到这些希克教选民 他们与自由党的忠诚度转向西民主党 可能导致目前由希克教徒担任的这12个选区 在大选中被西民主党候选人赢得 这两者都很重要 加拿大的侨民社区通常将外交政策目标 置于其他问题之前 希克教和其他一些侨民社区的成员 往往更容易参与政治 在没有任何民主制度中 政党都不愿意疏远他们越来越依赖的选民 这解释了加拿大政府不愿意满足 阿奇兹认为是印度政府的合理要求的原因 加拿大开始采取措施 确保我们的土地不被用于恐怖分子融资 如今我们面临的情况是 印度政府似乎很快将加拿大希克教徒 视为恐怖分子 他们对加拿大公民享有的宪法和法律保护 默不关心 他们的代理人可能在加拿大领土上 对加拿大公民进行犯罪行为 而他们似乎非常希望加拿大政治领导人 做出一些肯定会疏远自己和他们的党派 与加拿大希克教徒选民的事情 与此同时 如果ONOR ASIS是正确的 当前的加拿大政治领导层 不愿接受印度政府的合理要求 尽管只有少数加拿大希克教徒 支持独立的哈利斯坦帮 但加拿大政治领导人根据阿奇兹的推测 如此害怕失去希克教选票 以至于他们不愿挑战印度政府 可能有合理关切的那些希克教徒 他们选择视而不见 可能情况是 通过政治超活动 加拿大希克教徒已经克服了 限制侨民社区外交政策影响潜力的传统约束 前参议员约翰·丹福斯向共和党人发出警告 美国企业研究所 当我还在大学时 我曾与约翰·丹福斯·John Danforth 一起度过一段时间 他当时是密苏里州的一位美国参议员 这是在80年代初 在大学休息期间和暑假期间 我经常在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做客 亲眼目睹丹福斯与他的家人在一起 以及在新闻中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 丹福斯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他努力撰写自己的演讲稿 在每一篇演讲中 你都能听到他独特的风格 他总是将自己的立场 与更深层次的主题或原则联系起来 这些主题或原则受到他的法律教育 和宗教研究生学位的影响 他是少数几个在同一天 从耶鲁法学院和耶鲁神学院毕业的人之一 丹福斯是参议院的一位领导者 在密苏里州的每个县都很受欢迎 你可以把我放在这个州的任何一个城镇 我都会知道我在哪里 他还经常在圣奥尔本斯教堂主持礼拜 他是一位圣公会牧师 正如你所期望的 他的步道词很迷人 但更重要的是 在圣州和圣诞节期间 他会戴上领子 去华盛顿特区的医院和养老院 给不能去教堂的人领圣餐 在参议院 丹福斯树立了一个有原则的保守派形象 他在共和党一致支持这个问题之前 就一直是生命问题的坚定拥护者 并且不知疲倦地为财政约束而奋斗 最值得注意的是 丹福斯支持克拉伦斯 托马斯 克拉伦斯 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在参议院同事中的声誉 意味着他对托马斯的坚定 支持在最终确认他的任命中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托马斯 很难想象过去十年最高法院的原始主义成就 为了这一努力 所有保守派都应该感激丹福斯 我之所以说这些 是因为丹福斯本周在华尔街日报上 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 他为传统保守派原则辩护 反对民粹主义新右派的嘈杂声音 这是对共和党内持续存在的身份危机的最好描述 对于林肯来说 美国的希望在于人民 领导层的责任是唤起人民最崇高的本能 我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 真正的保守主义更加强调国家的灵魂 而不是华盛顿所产生的政策 像唐纳德 特朗普这样公开蔑视基本人类道德标准 并煽动愤怒的民粹主义领导人 唤起了我们最低级的本能 对于丹福斯来说 民粹主义者背弃了核心保守派 对有序自由的承诺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被英国政治家埃德蒙 伯克·艾曼·布克认识到 并由亚伯拉罕·林肯 在南方叛乱中捍卫 忠于林肯的目标 传统主义者维护宪法 这是一个允许我们以 有序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的结构 我们处于埃德蒙 伯克的传统中 他常被称为保守主义之父 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感到震惊 他警告英国 如果社会结构以人民的名义被推翻 混乱将会发生 在2021年1月6日 我们看到了对宪法的攻击 如何导致伯克所预言的混乱 除了这些哲学和性情上的缺陷 丹佛斯指出 民粹主义者所支持的国家主义政策 与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更相似 而不是有限政府的保守主义 民粹主义者现在试图连根拔起 分身蒂固的共和党保守主义政策 我们是财政纪律的党派 但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国债增长了近40% 我们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党派 然而民粹主义者以帮助工人为名 支持通过联邦对价格和利率进行控制 并且就像迪斯尼的情况一样 利用政府惩罚一家公司表达觉醒观点 在他们的大政府行动中 民粹主义者更像是进步派民主党人 而不是传统共和党人 当前民粹主义的某些方面是值得的 比如对安全边界的渴望 以及对身份政治和种族配额的强烈反对 民粹主义者也正确地要求我们的文化 庆祝爱国主义和传统信仰 但丹夫斯呼吁统一的领导 支持法律和秩序 并专注于减少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影响力 这些仍然是共和党支持者中的重要 和受欢迎的基本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国会和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 需要听到丹夫斯的发言 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他们可能不再有一个共和党 了解更多信息 众议院预算计划提出了合理的福利改革 两句话将加强对工作的支持 一个非盈利组织为大学敞开大门 工作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首发于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网站 苹果可能会受到谷歌反垄断事件的影响而受损 路透观点 苹果对谷歌的反垄断案 可能对该公司产生重大的财务影响 目前 苹果从谷歌支付的费用中 获得了其营业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 而谷歌则将苹果设为其默认搜索引擎 然而 如果反垄断案对谷歌不利 这一收入来源可能面临风险 司法部认为 人们懒得改变默认搜索引擎 这就是谷歌为何向苹果支付费用的原因 如果谷歌的支付减少一半 可能会使苹果的市值减少2000亿美元 英国人愉快地吸食笑气 保守党人则更加认真对待 经济学人 在英国 一种叫做笑气的养化亚旦的娱乐用途 将很快被禁止 使用者可能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 而贩卖者则可能面临最高14年的刑法 这种气体在18世纪被发现后 被科学家们 包括亨弗里 戴维爵士和塞密尔 泰勒 科勒律制使用 此后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16 至24岁年轻人中 第二常用的非法药物 仅次于大麻 批评者认为 新法律不会起到效果 只会带来更多问题 作为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我要说 这些新闻真是热闹非凡啊 首先是巴西总统努拉 参观联合国大会 通过讲话和会晤 展示了巴西的外交政策 他与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会谈 特别引人关注 巴西和美国在环境保护 工人权益等方面的合作 令人期待 不过 巴西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特别是在中国的角色问题上 另外 关于沃泰华条约的辩论 再次浮出水面 这个多边条约 禁止使用反人员地雷 然而 俄罗斯的乌克兰入侵 引发了对退出该条约的呼声 芬兰和爱沙尼亚都有声音呼吁退出该条约 这引发了对条约长期可行性的担忧 退出该条约可能会削弱地雷 作为常规威慑力量的能力 但也会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构成威胁 此外 加拿大政府对西克加拿大人的政治参与 也引起了关注 西克加拿大人在加拿大政治中的影响力 逐渐增强 他们成为了政党的重要选民基础 然而 加拿大政府在面对印度政府 要求打击恐怖主义时 是否能保持立场一致 尚存疑问 最后 谷歌的反垄断案 可能对苹果产生重大影响 苹果从谷歌获得的收入 可能面临风险 如果谷歌的支付减少一半 可能会导致苹果市值减少2000亿美元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应该保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并思考如何处理这些挑战 同时 我们也要记住 世界是充满机遇和变化的 我们需要持开放的心态 以应对未来的变化和挑战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你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收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